大家好,我是木木 那我们现在要来学的这个图样呢 叫Flox 这个中文的有一个翻译呢 是叫经纬 这个让我比较不太能理解 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它本身的话呢 应该是指比目鱼 我们在国内的话呢 应该是叫做比目鱼 它也是毛爪的意思 那这个图样呢 也是官方的一个缠绕图样 那我自己来看的话呢 当我们这样垂直过来看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效果 所以可能中文把它翻译成经纬的话呢 也有一点看图说话的意思 那没有关系 这个呢也是一个最简单的 只用直线就可以完成的图样 那这个图样呢 它的用法呢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也很容易来画 那我示范的这个图样的话呢 它是在 规则的直线里面 然后呢 再加上了阴影呢 在它的外侧 整个这个图样的外侧呢 加上了阴影 这样一个效果 那下面呢 我会示范几种 不一样的一个用法 大家来看看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好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首先呢 那我们来看看 最常规的一个画法 那比如说呢 要画出 交叉的格子来 那比如说我就画这四个 外框我不画了 它的这个画法呢 真的就是一层 然后呢两层 你可以在第三层停住 然后涂黑 也可以再多一些层 就是你这些黑的区块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 这个图样 黑的区块呢 可以多也可以少 把它放在旁边 那我现在试着呢 想把它的黑区块 小一点看 好 那我们下面 接着一样的把它画完 大家看 其实我深深浅浅的有画的不一样 那其实没有关系 这画的整齐呢 有整齐的美 画的不整齐呢 也有不整齐有意思的地方 手绘的这个妙处 好了 现在我要请出我的图黑的笔 05号的银花针管笔 那么它的直径呢 是0.45毫米 用我们刚才的办法 它只要挤笔 就能把我们这个填满 先内圈来一圈 然后一笔两笔 再内圈来一圈 一笔两笔 好 大家会对照看一下 这个效果其实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吧 那我再试试呢 我在中间加上阴影 看看它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试试看哦 是不是有点像凹进去的感觉 这个图呢 其实很像另外一个缠绕的一个图样 叫做Q-band的那个图样 那么Q-band那个图样的话呢 那我们顺手来学一下Q-band这个图样 这个效果呢 就非常像我们 Q-band呢 它有一个中文名字呢 它有一个中文名字呢 是叫做 那这个呢 是Flox 我们再把Q-band 它有个图样 它叫做 立方腾 Q-band这个图样呢 也是缠绕的官方图样 那么它的这个来历呢 它的灵感是来自哪呢 是有一次 Maria和Rick呢 他们去法国度假 路过一个橱窗的时候呢 橱窗里面有一张藤椅子 那上面的图案呢 给他们产生了灵感 那Q-band的这个画法呢 跟Flex很像 它的起比是非常像的 也是 先做出格子来 然后这样 那Q-band不一样的呢 它是 我们这样的去 先打一个框 是不是很像 我们的Flex的中间 对吧 那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里哦 斜线连起来 对角的斜线 把它连起来 好 那我们要把中间 这个图黑 对角的图案呢 大家有听到什么伴奏的声音吗 好像是楼下的人要包饺子耶 好了 大家看呢 这个最神奇的地方呢 还在后面加上阴影 好 我会给它 再单侧呢 神奇咯 加上阴影之后呢 它马上有了立体感 是吧 这是Q-Ban Frox很像的地方 那Frox和Q-Ban呢 它们呢 都可以在做变形使用 那我现在来变给大家看 那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Frox的一个方式呢 它可以用在圆形的里面 或者是说弧线里面 那我想一想看 让我先构建一些 有一些这样的线条出来吧 好了 那我呢 要来构建 照着这个弧度走 这个也一样 这个还这样 我会让它们在圆形 我会让它们在圆形 你会发现呢 它很像孔雀的尾巴 那个 羽毛的那个 最后的那个部分 对吧 这效果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其实如果你再加上颜色的话呢 它会非常有意思 中间也不一定要涂黑 是吧 这是一种变化 那Q-Band呢 其实也也是一样的 它也可以弯曲 然后会变得很有意思 那我们来把Q-Band 做一个弯曲 我们这次想把它弯曲得更大一点 希望它的效果更明显一些 那它的这个绝招呢 就是说我们要沿着这个弧线走 这样会比较好看 好 这个线条呢 其实要跟这个平行呢 会更好一点 把它填一点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画的不是很准确呢 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在涂黑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自己再去补到 这条线呢 我尽量再让它 保持一阵 等会我们要看看 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来个把它接起来 好 我们下面来涂黑 然后再来涂黑 耐心的一點點把它塗出來 用這邊走一圈 然後就可以快快的走囉 內圈 其實大家自己畫的時候呢 因為我在畫示範了 我就速度走的比較快 實際上大家自己畫的時候呢 可以去體驗一下 就是像這樣一筆一筆的體驗 完全不留白 好這次呢 我會把陰影弄得輕一點 先讓它有突出的感覺 就在這個位置圖 記得我黑色的 2B鉛筆的陰影是越圖越黑的 而且你的紙鉗筆的頭 一般都會留著上一次的 讓它就會越土越黑 輕輕地把它印開 可以把曲線彎過來 好這個效果是不是也不一樣呢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另外的兩個直線就能構成的圖樣 Frox 經緯和Qban 立方騰 那我們要記得Frox在有一些翻譯過來的 中文版本的纏繞書裡面呢 它也叫筆木魚 不同的翻譯的人 它的名字叫的不一樣 那麼在台灣這個纏繞學會呢 他們是把它正式命名為經緯